我是阿瑟 我有三高 今天要来讲Intel放弃记忆体封装 这是AI时代又将错失了吗 看标题就知道 这次要来谈论是Intel放弃了 把CPU里面装记忆体的封装策略 今天要讨论Intel最新的决策 他们决定要放弃 把记忆体封装在CPU里面的设计 我自己对这个方式采取的态度是 不介意 我反对 我觉得这其实是很典型的创新者的窘境 这些创新企业会困于过去的成功经验 而在面对新的挑战 新的革新的时候 反而变得比较保守 最后会选择维持旧的东西 维持旧的利润 可是这样子反而会失去了新的市场 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很多分析师跟媒体 对于Intel这次决策 都有类似的解释跟报道 他们都觉得很不错 但是我的看法却完全相反 接下来我想针对媒体的报道 然后再提出我自己不同的意见 如果有兴趣的话 请给我往下看 在媒体详细的报道里面有说 Intel宣布未来的处理器 像是Panthen Lake 或是Nova Lake的系列 都不会再把记忆体封充在CPU里面了 会有这样子的改变是因为前一代 就是目前在用的LunaNake 记忆体是封充到CPU里面去的 但是它导致了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成本上升 第二个是供应链管理复杂 再来第三个是OEM厂商对此非常不满意 第四个当然就是AIPC 他觉得市场还不成熟 所以没有打算继续推 相关的报道 我有留在下面的联身阅读 那分析师郭明奇也抱持了类似的想法 接下来我会逐一针对这三四项东西 分别指出我觉得可能不妥的地方 也和新闻刚好来一个反向对作 媒体报导说 记忆体封闯于CPU内部会降低OEM厂商 在选择零组件上面的弹性 例如说像华硕或像技嘉这样子的品牌厂商 在制作笔记本或是台式机器的时候 它不能够自己去选择它要配什么记忆体 或是要配什么记忆体的厂牌 它也无法选择记忆体的大小 而且这么做好 有可能会影响到OEM厂商的利润 因为通常品牌厂商 可以透过配合的记忆体 自由配置来多赚一笔费用 多赚一笔手续费 媒体经济部的报导说 这样子的设计会让OEM市场 接受度非常非常的低 但是我个人真的认为 这是无稽之谈 如果OEM厂商无法在记忆体赚一笔 那它可以直接调整整机售价就好了嘛 更何况如果Intel所有的CPU都采取所谓 Memory Unpackage MOP 就是CPU封装记忆体的设计的话 那么组装厂也只能接受这样子的标准 这么一来也不会有谁的利润受到剥削 当然了记忆体封装于CPU里内 记忆体的选择自由度当然会大幅降低 这是事实没有错 但如果说多准备几款不同配置的CPU 换CPU就得换记忆体 那基本上本质上还是不会对成本结构 带来多大的改变 而且也不是什么不可解决的压力 再一点是现在的电脑市场 其实对CPU的要求并没有那么的高 以至于现在不再需要那么多海量的型号 那么多不同的CPU来符合每个市场 没有了 这台CPU都是效能过剩的 所以我认为OEM厂商对这种设计的不满 其实并不是有效的 而且这样子的设计并不是不能克服的 只是成本跟售价的结构有些调整而已 当然了媒体也指出 Intel在记忆体封装上面缺乏成本的优势 他们认为Intel 它的记忆体供应商的溢价能力比较弱 而且如果记忆体封装在CPU里面 还需要请台积电来代工 这会进一步的推高成本 但是我也是觉得 这个理由真的荒唐到难以想象 首先是其实Intel的CPU的出货量 远远超过苹果 那它的溢价能力也绝对不可能比苹果差 而且封装记忆体到CPU里面去之后 整体的成本不仅不会提高 反而有可能会下降 如果说记忆体的颗粒 是要外接在原本原始的地方的话 那是不是还要做额外的PCB版 还要做额外的插槽 还要做额外的连接线 甚至在CPU上面 还要做额外的线往外面接 这些额外的材料跟成本 完全都可以透过 记忆体和CPU的整合来做节省 这样子的整合设计 其实反而是有助于 降低整体电脑的成本的 而这样做的话 反而可以让CPU的市场价格 变得更亲民 而且更能够接受 当然啦 又一种说法是说 Intel把记忆体封锁到CPU之后 会导致Intel罩面上的毛利率下降 OK 这是事实的没有错 但是 记忆体晶片的毛利率 可能只有5%到10% 这也是实话 但即便是毛利下降了 但是Intel买进记忆体 封装完再卖出去 这中间一样会转手赚一笔钱 即使是赚5%赚10%也好 那对Intel的营业额来说 实际上是变多的 它的利润是变多的 只是毛利率下降而已 举个例子来说 一颗原本可能要加100块美金的CPU 因为加入了记忆体之后 封端里面 这时候整颗的售价可能来到150元 即使是毛利稍微下降 但是Intel的总体售价还是提高了 而且总体利润也是提高了 很有可能还会大幅提高喔 如果因为成本或因为毛利率的考量 就放弃这样的策略 那实在是相当短视的做法 更何况Intel最近这几年来 并不是一间高获利的公司 Intel更应该专注于 如何赚取更多的现金 而不是在意那种毛利率 那种数字上的变化 接下来要谈到最重要的部分 那就是Intel认为 AIPC的需求尚未完全成熟 因此客户不愿意 为LunaNake这样子的CPU而买单 这样子不佳的市场反应 进一步的限制MOP Memory on Package的设计 他们认为 记忆体封号在CPU里面的设计 近期之内是难以推动的 但是我觉得 这个才是Intel最大的问题 这不就得使他们掉入了 创新者的窘境里面了吗 我们现在 你知我知大家知 正在迈向AI的时代 对记忆体的需求只会越变越大 无论是运行AI模型也好 还是AIA卷也好 这都需要更高容量 更高速的记忆体 而记忆体封装到CPU里面去 才是实现这个瓶颈的关键 透过记忆体的封装 能够实现统一记忆体的架构 调用AI模型的时候 所有东西都可以调用一个非常大的记忆体 而这样的结构可以提供更大 更快速的记忆装饰 而且还可以提高效率 优化运算方式 而传统插槽式的DRAM 速度会很慢 效率会很差 无法面对这些AI需求的运算 这件事情 其实已经在苹果的M系列晶片 例如M1、M2、M3上面 获得了验证 而现在苹果的M系列晶片 是可以在本地端就运行比较大的模型 这个部分正是记忆体封装在CPU里面 统一记忆体结构带来的效果 如果要让AIPC真正的实现的话 那必须要先让硬体要到位啊 当时的AIPC硬体无法满足 原因就是因为记忆体容量太小 输入太慢 无法支撑大模型的运行需要的宽带 而记忆体封装到CPU里面 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可以让AI模型跑得更好 跑得更顺 跑得更满 所以说我们并不是要等到AIPC市场成熟之后 才把记忆体内建在CPU里面 而是必须要先推出内建记忆体的CPU 才会让AIPC真正的实现 Intel这种反的做的观念 真是触入到难以想像 真是让我不禁想要问 Intel你到底在想什么啊 要了解AIPC外来的发展 其实只要回顾过去30年来的电脑行业 曾经面临过的问题就知道 例如说我们曾经面临过记忆体不足 硬碟能量不够CPU不够 当时人们也是努力的去缩小程式压缩软体 甚至曾经可以让一个1.35M的软碟 就能运行图形的作业系统喔 但是最终的结果各位都看到了 我们根本就不会趋就于小型化的软体 我们而是不断的选择把硬体一直往前进 最后靠强大的算力来实现我们更多的目标 换句话说未来的AIPC需要支援更大的AI模型 从现在来看光是语言模型可能就需要8B 加上AI的Agent可能也需要额外的8B 即使两个合在一起再变小一点点 那也需要十几B的规模 这样子跑起来就需要十几GB的记忆体 这些记忆体风筒在CPU旁边才能够提供足够的速度跟稳定度 讲到这么多 其实我们可以做个非常简单的实验 如果你有一张拥有16GB记忆体的RTX4090显示卡 当你去运行语言模型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运作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很棒 但是如果我把显示卡拔掉 只用传统的DRAID来运作AI模型的话 你就会发现它的效率它的效能会显著降低 非常非常非常多 而且真的去看你会发现 并不是CPU里面的NPU运算效能不足 不是 卡住它是记忆体的平宽 记忆体的延迟以及容量的限制 传统插卡式记忆体的设计 它无法用非常多工非常多线程的方式去运作 它没有办法有效去支持AI夸张到超级多的程序 同时运算的需求 因此我们需要全新的硬体架构 全新的记忆体分工技术 来适应AI模型推理的需要 尽管目前因为硬体的限制 所以我们只好被迫缩小AI模型的规模 但是在未来 软体的发展毕竟是软体越来越大 那AI的模型也会越来越大 一定也会要求的我们的硬体 势必要越来越强 要越来越整合 运行速度才会越来越快 甚至才会越来越节能 Intel在此时此刻 就已经实现了Lunar NAC的架构 基本上算是很厉害的了 那之后它要做的事情 应该是继续推动这个架构 让这个性能能够提升的更快 更高效 更省电 把价格压得更低 而不是退回原本的架构 把江山拱手让给后面 准备要杀进来那些竞争对手 持续推动新的架构 才是因应未来AI时代 应该有的正确策略 那今天就谈到这 下一次找机会 我们来谈创新者的窘境 特别是针对Intel Bye 他想要读找机会 他想要读找机会 那些吗 没应该也就是了 没事 下次不错